兵阵一看 把枪林准备好了 心里都好笑 听故事 看小说 有这种场面 自己八十来岁了 还没经过 还老了老了 遇上这么件事 心说这玩意就能把我吓住 大丈夫受杀不受辱 我就在这过 我看你们把我怎么的 你们就敢暗中下手 把我扎死 老头想到这 把脸一扬 胸脯一拔 从这枪林之中穿过 他过去了 欧阳春 徐良 爱护 不讲评众人也都过去了 其实这叫吓唬人 能下手吗 说话间来的第三道院 到三道院一看 也准备好了 地下 摆着八块石头 这石头都一尺见方 厚了下 足能有半尺 完全是轻石的 就像那个老道 放着旁边的道不走 上了石头了 嘴里的还说 哎呀 这庙中人多了 也乱 看着活都不知道干 你看这石头 当不当 正不正 怎么摆到这了呢 哎 从这上过去吧 嘴是那么说 实际上 练了一首决意 就见着脚蹬这石头 每迈一步 脚底就发出 喀喀的一声 连走八步 再看着八块石头 全都开裂了 证明人家腿上 有多大的功夫 这时候 小老道把这些碎石头 搬开 又摆了八块 那个穿红衣服的道人 就站在月台上 扭回头 冲丁振白手 老人家 委屈委屈你 也按着我这样 请过来吧 丁振一看 我要不像他这样 我就摘了 你还要什么病人呢 你滚吧你 你拼什么 要不说人别出名 要一出名 什么事都来呢 要不怎么人们常说 官大生险 树大招风 出头的船子鲜烂 这话是颇有道理 丁振也豁出去了 老头的舌尖一顶上牙塘 上了石块 望下一叫立 嘿 嘿 嘿 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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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八块石头 也都列为己半 嗯 那个老道 按条大指巴了 老头的硬功 果然不比寻常 小老道可忙活开了 把这八块石头搬了 又搬了 八块好的 第三是欧阳春 欧阳也一想 人家都过去了 我有一块踩不坏 我摘了 我小名现在叫保送罗汉 再看欧阳春 把大铲 往尖头上一扛 好好好 我也过去 他也按这样走了八步 石头也全都开裂 然后又换了新的了 这换新的 小块的没了 换的大块的 厚了下 没七寸差不多 方圆弄有一尺半 你想这么大的石头 要踩 贪何容易 正好遇上徐良的本 其实徐良这个身份 他是个小年轻的 不踩 谁也笑话不了 就在旁边转过去 不就得了吗 蒋亭也是这意思 其实话 咱爷们干脆别丢人了 脸皮一厚 在旁边转过去就算了 但是徐良那是红两汉子 您别瞅他平常 毁泻嬉皮笑脸 遇上真格的寸步不让 徐良一想 我也试试 再看山西岸 脉步上了石头 浑身上下一叫立 这叫单天一立混元气 身子望下一沉 气灌于单腿 单腿又灌到脚掌子上头 耳朵中就听咔啪一声 头块石头开了 再迈第二步 往下一沉气 咔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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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块石头 全开了 不当开 踩的这个半数 比别人还得多 你踩两半 我踩四半 等徐良到了月台上 那个出家的老道 倒吸了一口冷气 不良佛 我呀 这下子可了不起啊 看他的硬工 只在我以上 不在我以下 真是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斗梁 白眼没一针 高人也 他赞成了 都赞成了 到了蒋平这 四爷搬到地步了 哎哎 我说放光溜 倒不走 踩这吧 干嘛 来来来 跟我来 他们顺旁边转过去了 大伙复之一笑 也未加计较 其实出于那老大的本意啊 也不是跟蒋平这些人计较 誓言就是这几个 在月台上排白桌椅 小老道全撤下去 这阵气氛也和缓了 烧的水 漆的香茶 瓜果蜜桃 点线摆上了 不知道的 好像殷勤宾客 大家谈笑风声 正中央这张桌上 就是那个老道 还有长得像蒋平那个人 以及北下欧阳春山西宴 徐良赤徐子 丁镇 南辖展兄非 这些人坐在一个桌 小弟兄们分坐其他的桌上 喝了两口水 丁镇得先说话 因为事从自己身上延起来的 就见他抱腕当凶 冲着老道一十里 仙长 但不知仙长尊姓大名 能否把贵姓赏下来 哈哈哈哈 老人家 贫道乃无名少姓之辈 说出来怕您笑话 其实啊 说不说名字 不关紧要 一会儿咱们再谈 晚宴拒绝 没透露自己的名姓 丁镇不好往下问了 话锋一转 丁镇又说 仙长 既然您不肯透露姓名 那我有一事不明 当面领教 旁边这位 因为什么拿我的冰刃 但不知老朽 哪点做错了事情 得罪了二位 让二位挑离 这般对待于我 是何缘故 老道问听乐了 丁老英雄 您哪别过意 您一点都没得罪我们 我们也没有恶意 实不相瞒 拿您的冰刃呢 是敢巧了 我这三弟啊 十分顽皮 您别看到胡子都白了 此人好动 不好净 没事就到大同府 先溜达 偏感上您在院中练绝意 他也是一时的高兴 把三间匕首月 接到手中 可当时想还给你们吧 又怕引起误会 他是左右为难 故此把冰刃 拿到酒喝宫 跟我一说这件事 我把他痛责了一顿 我说你这不没事找事吗 有心价的把冰刃送回去 赔礼认罪 他又有点不甘心 又怕你们不饶他 后来我们哥俩一伤眼 干脆这么办 在官府谈这些事 不方便 把你们重备 请着酒喝宫来 但是我无名少兴之辈 我能请得动大伙吗 这才使用这么个办法 故意用激将法 把你们重备给积累的 果然重备上了当了 来到我酒喝宫 我呢 利用这个机会 招待招待重备 解释解释这件事 我们大伙 从今以后谁也不要接仇 我代表我这个兄弟 向各位赔礼认罪 顺便把冰刃 归于还您老人家 但不知重备肯原谅否 大伙一听是这么回事 但这究竟他说的是真话 还是假话 谁也摸不清 这就叫人心隔肚皮 做事两不知啊 反正你这么说 我们就这么听呗 丁震点点头 好 既然老朽没有得罪之处 我现在还有公务在身 我请求仙长 能把冰刃还给我 好 现在就还 扭回头 对他兄弟说话 他这兄弟 就像蒋平长那模样似的 去 我们把冰刃拿出来 哎 这位转身进屋了 时间不大 把三件匕首月拿出来了 往桌上一放 老道用三个手指头 往前一推 丁老英雄 物归原主 请您收下的 往前一推 丁震呢 也没想别的 伸手就拿 哪知道他这一伸手 这功夫 被这老道 砰 把手腕子给他抓住 老大脸上 还乐乐呵呵的 老人家 您也太不客气了 就这么简单 您就把冰刃拿走了 实在是有点欺人太甚 哎 他使上劲了 这叫鹰爪力啊 就是硬木头这一下子 抓撒坑 就是铁的 一个明亮的 何况是肉啊 他冷不丁的一脚就 一般人谁受得了 丁老英雄 一看 一看 给我来个刺儿 使了个出其不意 攻其不备 迅雷不及掩耳 让我二次丢人 这个老道可够缺德的 说人话不卖人事 实在是可恶之极 老头单天一叫力 这胳膊粗了 呜 比原来粗了两倍 蹦硬蹦硬的 老道没掐动 丁震把单倍一抖 仙长 你说我欺人太甚 你这是干什么 啪 旺旺这一水 老道一摘位 好像没躺下 这一下真好比冷水 泼头空气 唰 还有紧张上 长得像蒋平似的那位 蹦站起来 各位 刚才我二哥 只说了一半 我在监察把货说全了 今儿把各位请的没别的 一方面解释昨天晚上的误会 二一方面还兵人 还有一样 打算领教领教各位的武功 咱们可都是练武术的 见高人不能交背而失之 我跟我哥哥打算开开眼 跟各位学他几招 难得中备都赏脸来了 这兵人别看现在不给 等比完武之后 完毕归赵 这这这老道 把兵人又拿回来了 往自个儿腰带子上 咦 就见说话的这个主 飞身形跳到乐台之下 周身上下 紧尘利落 钉子部望着一站 点手换钉阵 老爷子你过来吧 我知道你是塞北的高人 今天我要在你台前领教领教 丁阵的气就不打一处来 这哥俩一顿没有好饼啊 看来是非打不行了 老英雄飘须然就想过去 在旁边就气坏了山西大雁须良 须良一瞅 这不欺负人吗 我们公馆里的事情那么忙 哪有功夫在这跟你扯淡 哦 甭问 可能这个庙 跟阎王寨有关系 也背不住他们受了飞剑仙 朱亮所拆 用这种软刀的扎人 故意把我们拖住 背不住 这也是肥窝子 干脆 动手抓贼得了 徐良心这么想 嘴没这么说 你说人家是贼 你有什么证据 你是国家堂堂三品 带刀御前护卫 你说话得有把握呀 因此徐良话没这么讲 老心成神站起来 冲中卫一抱拳 各位 既然人家踢出来了 要比武较量较量 我看我过去得了 投桑出没好戏 我先给垫点场子 徐良说完一转身 顺着月台下来 来到天津大院 到了那个人面前一抱拳 老前辈 再下不拆 陪你走几趟 那个人把狗幽虎理了理 他嘴一瞥 有点瞧不起的意思 哼 徐三将军 哎呀九温大明啊 你这个人的脸 又打地底下 露在天顶上了 我听说你一出事 大闹乌龙岗高级店 得金丝大魂宝刀 后来嘛 又在黄华镇全镇馆 小武艺贴败 你还闹过岳州 学见师门县 什么群雄巨破 冲销楼 宝刀贺群寇 大战黑水湖 力胜 双枪将 五万丰 陆安山 皮肥玉 捉拿燕妃 白菊花 大闹南阳府 团城 在擂台上 力匹 神权 太保 王兴祖 一举 持名 天相 年轻人 跟你呀 没法比呀 但是 咱话又说回来 你跟我比 恐怕还差点 不是老朽自夸其德 咱俩这经验 练武的年头 差点有点悬熟 年轻人 干脆你回去吧 你让丁镇过来 或者让欧阳老侠客过来 我们这帮年纪 身手比较合适 你呢 找个没人的地方 好好再练几年 然后再跟我动手 也不维持完 哈哈哈哈 你听这位说话有多狂 徐良受得了吗 老心白眼眉 本来是搭了的 他一着急刷拉 眼眉立起来 脑筋都磅起多高了 哈哈 哈 老公家 你说话真不怕 风大删了你的舌头 你知不知道不知道 这害臊 卖多钱一斤 人老了不知钱 这无数的高地 不能拿年纪来定论 三十人不猜 大江大浪过了多少 今天我非动手不可 咱们俩刚打赌目 如果你把三西岸给赢了 从我这儿讲 兵人不要了 兵老英雄不答应 有我负责 有徐良包裹 跟你们毫无关系 假如你不是我的对手 你怎么办 哎呀 娃娃 口气不小啊 好 你要把我赢了 兵人 如数交魂 这还不提 这么办行不行 我要说别的有点过分 咱俩交个好朋友行不 你算我个兄弟 说你这么个不要脸的哥哥 怎么样 往后你去量 有用我之处 上刀山下游锅 我说万死不测 行不行 好 一言为定 两人把这话就咬在一块 说完了各晃身行 各找部位 这个打仗啊 你得找适合的地方 两人刷拉一退 离着有三丈多远 就要见这个主 把两臂一晃 亮了个大棚 双展翅 左手高 右手低 掌心朝前 手背朝后 身子望下一塌 这知识是相当优美 这晚可不是为看 亮这个门户 尽可以攻 腿可以守 再看徐良 两臂一晃 身心一摇 还 也亮了个招数 亮的这个门户 叫童子败佛 两人这一定像 不要紧 老少英雄在旁边看着 无不条 大指称赞 行家 身身手 便知有没有 两人这一定是 就看出 有功夫来了 但是 谁也没贸然动手 四只眼睛 盯着一块 愣了半天 还没人动手 那个人呢 有点沉不住气了 诶 徐良 咱俩别相面呢 你怎么不动手 三心人还有个毛病 跟别人打仗 下来不先动手 老爷子 你先请吧 怎么 让我先打你 正是 好嘞 你真有容忍之量啊 佩服佩服 老朽可得罪了 就见他身子一晃 跟狸猫似这么快 落到徐良的面前 左手一晃 老心的面门 正手一掌 叫单撞掌 奔徐良的花盖穴 掌声挂着风 呜一声就到了 徐良早就住着夜 一看人家掌来了 早不能躲 躲早的人就变招了 完了不行 完了打上了 得找好了这个火 眼看那手指头 四沾到衣服上 四沾不上的时候 老心冷不定 胯不歇身 哎 一躲 呼一声 他这一掌走空 徐良把左手抬起来 立着望下一批 这叫立批花山 也叫批掌 奔着老头手腕子来了 真要咔嚓一下 给砍上 手腕子折了 老心一掌 发招非常迅速 刷就到了 那个老头赶紧抽招 往后退 一转身 使了个凤凰 单展示 奔徐良 跛岗子 就是一巴掌 老心使了个 锁岗藏头 望下一低头 掌走空 徐良 抬左腿 奔老头的小腹 老头一转身 又躲开了 两个人插招 换势 站到一起 这一打呀 真是针锋相对 再看徐良 二臂七腰 把压箱底的功夫 都拿出来了 实际是八卦 林团长 一招变八招 八八六十四路 频频发动进攻 那个人一瞅 这徐良真不好谈弄啊 不敢大意 也把压箱底的招 拿出来了 使的是五祖点穴圈 全都是尽手的家伙 一来一往 打了个难前难分 把周围的人 都给吸引住了 他这个九合宫啊 大老道 小老道 半的老道 一百多个 这就不干别的了 玄从越了门洞 挤进来 靠了墙 站了两六 当眼儿 在这看着 一个个心里都犯嘀咕 我这就是白眼没虚凉 可不是他吗 这小子真厉害呀 我咱们三爷 能盯得入不 现在看不出来 不过没关系 三爷呢 那功夫多高 能赢不了白眼没吗 哎 大伙说什么的都有 他们呢 毕竟还差点 再看蒋平 狗腰胡都搭了 四爷的那块舌头吐出多长的 干什么 替徐梁害怕 哎呀 蒋平心说 老天保佑啊 小梁子 你可要盯住啊 你是我们公馆的大梁 你要趴下 公馆就塌了架了 往后平阎王寨 肃清匪患 全职着你呢 但是蒋平又一回忆 徐梁这孩子 从来没打过败仗 哎 想的这 心里放下了 众人全在旁边瞪眼瞅瞅 两个人打到八十个回合 没分出输赢了 徐梁一瞅 赢不了人家 这个老头难怪的说大话 果然长发惊奇 这无足点血圈都使绝了 自己一个不留神 就得趴下 徐梁你想得了 把自己研究那个最好的招 我拿出来 没有说什么招 这是徐梁自己研制的 叫拔步赶产 这功夫天下是 蝎子拔步赌一份 徐梁打定主意之后 打算大胆一试 正在这时候 那个主上的一黄 底下一腿 登徐梁的阴面骨 徐梁一看 机会来了 脚尖点地 用力往空中一蹲 蹦起来有一丈五六尺高 那人啪的一脚就登空了 仰脸看徐梁 他不为别的 怕徐梁换招打他 就这么仰脸的功夫 徐梁这身子从空中落起来的 这一招是来势迅猛啊 大罗神仙难以躲过 那主抬头一看 哎呦 我命 休息 地匙 优优独播剧哪里